弥迦书 第六章 当听耶和华说的话 起来向山林争辩 使刚铃听见你的声音 山林啊 要听耶和华的指控 大地永久的根基啊 要听 因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 与以色列争辩 我的百姓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 你回答我吧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维奴之家救赎你 我差遣摩西 亚伦和米利安 在你前面带领 我的百姓啊 当纪念从前摩押王巴勒 如何筹算 比尔的儿子巴兰 如何回应他 当纪念从石亭到吉甲 所发生的事 好使你们明白 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难道献一岁的牛犊为凡计 来朝见他吗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养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 献我的长子 为自己的罪恶 献我所亲生的吗 世人啊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耶和华向这城呼叫 看中你的名是真智慧 你们当听惩罚和派定惩罚的人 恶人家中不是仍有不义之财 和惹人生气的变小了的依法吗 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 和带中诡诈的法码 岂可算为清白呢 城里的有钱人变形残暴 其中的居民说谎话 口中的舌头尽是诡诈 因此我也击打你 使你受伤 因你的罪恶 使你受惊害 你要吃 却吃不饱 你的肚子仍是空空 你必被挪去 不得逃脱 如有逃脱的 我必交给刀剑 你撒肿 却不得收割 踹橄榄 却不得有抹身 有新酒 却不得酒喝 因为你遵守案例的规条 行亚哈加一切所行的 顺从他们的计谋 因此 我必使你荒凉 使你的居民 遭人吃笑 你们也必担当 我百姓的羞辱 form址 咖啡 早饭